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裡面因為有水人,大家棄置的時候 其實政府有些專門收集這些燈淡的地方 看看大家會不會好心一點就放回去那些地方棄置 免得水人流出來,雖然我量不多 但我們都要愛惜我們的環境 說完燈淡,我們就說說調光暗的戲 我們去第十二張圖 這就是傳統的調光器 傳統的調光器,原則上是一個可變電阻 因為它利用串聯的電路連接著烏斯燈淡 當然烏斯燈淡最光的時候 它就是拿了所有220幅的電壓去做發光 它就是最光 如果將這個海邊電阻扭大 它就會分享了部分的電壓 而令到那個… 我是電壓電流 電壓,是電壓 因為串聯電路是相同電流的,是不同電壓 它會分享了部分的電壓 而令到那個串聯底下的燈淡 分享了少了電壓 所以它的光度會暗了 而提提大家 如果你家裡是這隻可變電阻的光暗 就不要給光管式的燈淡 光管式的省電膽和LED的省電膽用 因為它們這兩隻燈淡是不適合這隻可變不再用的 如果用了,兩個燈淡是有機會燒的 亦都危險的 那這個是提提大家 那… 那你就可能會在想著 喂! 護士燈淡那隻有一些較光暗 那另外那兩隻較光暗 是否很… 很不適合用 或者我想暗一點,不需要暗光 其實LED那隻是有得較光暗的 那我們去回第七張圖 那這隻LED省電膽呢 它有自己專門的較光暗的一個叫做… 叫光暗仔 它就不是可變電阻來的 那是一些比較複雜少少的電子的光暗仔 與之同時呢 有一些叫做新潮少少的LED省電膽 它可以調整不同的顏色 那譬如你家開派對、開城 你不喜歡白色的 轉個黃色光、紅光、藍光、綠光都可以 那這個就是LED燈淡可以做到的東西 而烏絲燈淡和傳統的省電膽 做不到的東西了 那說起這些顏色那些 即是燈泡的顏色 曹斯達你好像這方面有些心得 我又不是特別喜愛燈淡的 怎會無緣無故有心得呢 那問一下你 燈淡我們最容易去認知 就有兩大種類 除了省不省電那些 白光和黃光 那你自己個人喜好 你喜歡白光和黃光多些呢 個人喜好 我常常回答的 個人喜好 你說家裡的燈光呢 我當然有自己的選擇 但如果說喜好 反而有些興趣的東西 才會引起喜好 可不可以出那張 那張 最後那張圖或是甚麼意思 那張是第十五張圖 好 那 你的喜好玩相機 有這幅相 其實呢 在燈淡來算 它都會有一個適溫的選擇 譬如說很多時候都會被你選擇 這個日光 這個是暖光 這個是暖光 就是燈淡的產品都會這樣形容 但實際如果是拍照的人都會知道 譬如說 相機會有一塊 white balance 白平衡 是 是 譬如說這張照片 就是用camera raw去拍的 然後就再 在camera raw裡面 就developed 用三個不同的色溫去developed 出來 那 日光 即是說太陽光 那個 那個 K 即是Kelvin 就是那個色溫的 unit 絕對溫度 其實它這個絕對溫度 我都不太理解它為甚麼 因為 K的單位 以熱來說 用溫度去計算 是K的意識去解 絕對溫度 因為科學家 他們做實驗 他們不用華視攝視用K 大約是5500個單位 太陽光去到地球 經過了大氣層之後 但是如果你用個數碼相機 你把同一個scene 在2700K 那裏 develop了一張照片 你會見到左手邊那張照片 那樣的 顏色是非常之冷的 對嗎 好了 那你2700和5500之間 的difference就是2800 那你5500再加2800 就是等於8300 那你見到右邊那張照片 就非常之誇張地是黃了 對嗎 很日落的感覺 那如果在市面上 你買的燈泡 很多時候都會跟你說 是暖色的燈泡 如果以飛蜜舖那一隻 大約是3000K 而什麼傢俬那一隻 大約是2700 咦 那他 那就很奇怪了 對 為什麼相機拍出來的 是2700K 而 燈膽呢 所謂的暖色又是2700K 但是為什麼相機就是冷 這個燈泡又是暖呢 為什麼會有一個反差呢 不如解釋一下 其實如果以這個邏輯來計的話 就是說 你將一部相機 你是以手動模式 將它的Wight Balance 定了在2700K的時間 你在2700K的暖燈泡裏面拍攝的話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平衡的影像 因為你是 剛剛倒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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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看一下中間的燈泡 其實應該放在再左手邊 這個燈泡去到2200K 對嗎 對 那個是LED來的 其實 你這樣看數字 你已經猜到 我想問一下 哪一個黃一點呢 出來的光 如果這兩個燈泡來當然 那如無意外 就應該是2200K的那個燈 黃一點 對 沒錯 所以燈泡上面的黃 即是溫度的色差 溫度上顯示出的顏色 跟雙片是相反轉的 跟相機 相機 是相反轉的 好 我們可以轉去 另外一張Hallogen燈膽那個 第16張圖 對 這款就是市面上 另外一款 這款就是Hallogen的 就是老素燈 老素燈 也就是類似石英燈 拋的那個原理 就是類似 就是這樣 我想問 譬如說剛才你介紹 烏絲燈膽 烏絲燈膽 光管型的省電膽 是 跟著是LED 跟著其實這一款 因為相對烏絲燈膽 你看到它72瓦的 用電量 是等於100瓦的烏絲燈膽的光度 就是 你可不可以說它是省電膽 它真的省電過烏絲 對嗎 可不可以轉回大鏡 對 對 那 變成這個 嚴格來說 都可以算是省電膽 因為省不省也是一個比較 對 那 譬如說 為什麼還會有烏絲燈膽 或者香港好像說禁了 但我依然看到有 那 有什麼情況之下 特殊是需要用烏絲燈膽 你有沒有想過 烏絲燈膽 在家居上也會有的 你需要熱 除了光之外 不是 為什麼會在市場上出現 Halloween的燈泡呢 只有一個原因 是 水晶燈 水晶燈 那個原因是 如果家裡有水晶燈的人 就會很理解 就是 用光管式的省電膽 又或者某類型 不是玻璃 不是焦型的LED燈泡呢 又或者是玻璃面 長條型的LED的那種焦型的燈泡呢 你打上水晶燈那裡 是不閃的 即是沒有做那種亮度 對 所以呢 市場也發展了一些最新型的LED燈泡 裡面的LED那個晶體是長條型的 而且也是玻璃 跟烏斯燈泡呢 是沒有分別的 差不多 那一款就相當是貴一點的 那當然啦 是給一些水晶燈用的 對啦 就是水晶燈 使得它漂亮一點 這樣 變成這個也是要注意的 那當然這個就是對室內的家居 有要求的人 它才會關心到這些東西 不過你看到家裡有要求呢 你有沒有發覺歐洲很多屋 其實它們都是偏向用暖光 即是黃光 直接一點說 用黃燈比較多 對啦 那是不是有什麼特別的原因呢 那譬如說你去移什麼傢俬那裡 我要選購燈飾 或者燈泡等等 那你會發現呢 是沒有日光的 它全部都是暖光的 那那個原因是為什麼呢 那個原因就是 就是人呢 以前那些祖先 人類的祖先 就是在動月裡面生活的 對啦 對啦 然後呢 那時候就沒有電 他就點火把 插著在石欄那裡 夜晚 動照明 那就懶女啊 就是這樣的啦 客老虎 食日頭捉回來的 那隻兔仔等等 那在那個環境呢 就會覺得自己很安全 很舒服 很舒服 那這樣東西 遺留在人類的DNA裡面 這些是不是也是那些心理學呢 演化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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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是會用日光燈的 因為你在很多的工作場所裡面 譬如說你 有一些會涉及顏色的工作場所 是 手術室 即是 劏人的 劏人的 拉下來的那盞燈呢 很合理地 必須要很標準的顏色 因為它折射反射出來的 物體的顏色 一定要很準確 要不然你黃色 橙色 紅色 這樣 變成色差 那你就 鋸錯了 明明的心 就鋸了個分 那當然不行了 對不對 變成好了 這個也都要 想就是 家裡的照明系統裡面 就是說 你要考慮的就是這些 譬如說 工作的場所 究竟應該是裝什麼色燈呢 等等 還有你剛才那幅圖 已經 講的那樣東西 如果你的場所需要攝影 那又是 另外一些考慮 對嗎 好 接著我們講什麼 接著我們會講一下 我們可以講一下 一些關於桌燈的 為什麼那些燈 是賣得很貴很貴很貴 例如 一些叫做 是不是博士燈 是的 那些燈是賣得很貴 為什麼有什麼原因賣得這麼貴 不如你說一下 其實 除了烏斯登泡之外 Hallogen的那種 就是魯素燈 除了這兩款 烏斯登 無論光管營 又說 光管營 其實它也是 在斬著的 只不過我們的眼睛 對 頻率是非常快 而是眼睛 人類的眼睛 是 即是感官是 但如果質素低的LED等等 其實都會 眼球本身是感到 會累 是的 那 特別是 譬如說 你在光管的底下 你用DV機去拍攝 你會見到它 散一散一散一散 有一條 對 是類似一種的原理 那些這麼貴的檯燈 原因就是 它裏面的內部的結構 設計 原件 當然最好 它不會有 那種flickering 那種 頻閃 那種情況 就不會傷眼 就是這樣的原理 所以就貴就貴在 保護到你的眼睛 買不買省電的 買不買漂亮的 那就 好了 今集就 是不是差不多了 講燈的 是的 我想補充上一集少少東西 等一下想起 那上一集 我們有講Hi-Fi 其中就有講到 就 我提了一個叫 芝加哥古言樂團 那個有人糾正了 是的 有人就講 喂 你不是 這個應該叫 芝加哥交響樂團 對不對 Shikaku Symphony Orchestra 那你波士頓 都應該叫交響樂團 對不對 就是等等 那 我就用這個答案 去講回 就是我上一集 提過的一些東西 就是說 當一涉及古典音樂 因為古典音樂 通常都會是一種嚴肅的音樂 的藝術 的範疇 再加上 hi-fi 這些所謂 所謂的 品味 一些 品味 個人化 很重的 這些東西 你就會遞顯了 就是說 你說錯 一點 都是會 嘩 很大件事 就是會衝出來 追著你 是的 其實上一集 已經講得很小心 那麼 Shikaku Symphony Orchestra 呢 當年來過香港 哦 應該沒出生 我不知道你出生 你應該出生 在文化中心的音樂廳裏面 嗯 嗯 當時我聽的呢 是恆聲造曲 他的音量呢 是比香港的某館音樂團大 那個叫館音樂團 我想大概三倍 沒有了 哈哈 就是聲音的 的音量 我是怕 即是當時的文化中心呢 的外場 即是裡面的auditorium的 的場是倒了下來 哈哈哈哈 好了 那麼 那位網友 糾正了我 應該叫做 知加哥交響樂團 是的 那麼 嗯 這一隊組合都是我非常喜歡的一個交響樂團 但是我說錯了 那麼我都在那裡糾正我自己的 那麼 謝謝他 是的 謝謝他了 那麼節目的時間呢 就是這麼多了 好 記住交月費 然後呢我們現在是第十集 我們還有三集 是的 雖然我們現在都沒想到 我們跟著那三集在說什麼 哈哈 大家有什麼提議 其實不妨在YouTube派遍留言 對 我們有什麼提議 對 我們有什麼提議 或是問題 從事得什麼都會 好,節目時間就這樣 好,再見 再見 再見